阿奖北的水果耳机二代跟三代哪个版本最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是三代里面最新的一个版本 这个是公牛版 这个电池是钮扣的电池 单次续航可以达到六个小时 然后耳机仓还可以再充电两到三次 整体使用下来十几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公牛版的话同样是支持空间音频 然后共享音频 真光感入耳检测 然后双麦降噪通透 这些功能基本都有了 跟一千多的水果基本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公牛版 主要是他这个质量的话是比较稳的 没有什么想法 二代已经上市三四年 质量最好的 肯定就是落达有这个月虎的版本 去年一整年 我们就只有几个售后 这个质量的话是非常的稳 嗯 好 你放到你先 这个里面一整袋全部都是二代月虎的 刚到货我们就先来挑 其实桌面上也有 这个二代只不过太多给摸过了 就比较脏一点 我们自己都全部精致错过 没有问题 然后再让这个档口老板打包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月虎的一个二代 其实他这个耳机的话 就是拿去给人家用激光雕刻一个冰敦敦上去 他这个其实跟正常的 没有刻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世代 也是印有一个冰敦敦的一个读案 你懂吗 怎么办啊 拿个刀切一下 冰敦敦出了吗 看看 那个要晚上才能把这个模式开一个看一下 哦 是他模式可以啊 这个模式开他打马 你看这个皮都死了 漂亮的冰敦敦出来了 这个很挺好看的 对 然后上面这一整版加起来刚好有100个 这个是刚刚拿去给人家丢刻那个冰敦敦的一个图案 刚拿回来了 然后上面这个是公牛版 然后下面的话 这些是极大的版本 像这家店的话 它是主推的是公牛版 像二代的话是玉虎最好 然后三代是公牛最好 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的话 也是公牛版 但是他这个的话不是纽扣电池 是几个月前的一个老版本 像这个老版本的话 我们是不卖 我们一般卖的话 就只推这个最新的一个版本 因为最新版本的话的质量就比较稳定 就不一块嘛 像这家蛋糕老板卖的这个耳机种类还是比较多 现在手上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吉里的几十块钱 这种耳机的话 像某平台上面卖那些几十块钱的 然后他就拿来冒充的最好的一个质量卖 这种的话就差价就比较大嘛 实际上耳机这种的话 肯定买的话就要买最好的最新的一个版本 因为本身的话 这耳机的话就不值多少钱 对不对 就一百来块两百多块钱 别没有必要再去买那种几十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种能好到哪里去 这边都都好好看啊 这一一来两个 我要 他都朋友圈 又有一千个人要要 这个要我回答问题 这单单都要拿来卖了吗 一小钱